布里斯本在2021年成功奪得2032奥运主办权 专家预料参考过往奥运主办城市的楼市成绩表 布里斯本楼价至2032年间有望升超过一倍 一直以来奥运为主办城市都带来无限的商机和工作机会 加上带动旅游业令主办城市可以登上国际舞台 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口和商业投资 增加房屋需求而刺激楼市成为不死定理 20多年前升尼主办奥运时 楼价在五年间已上升50% 到了2012年伦敦奥运 奥运园区周边房产亦在获得主办权后的6年 楼价亦升超过50% 就好像2006年物意本更加单凭主办英联邦运动会 就在活动前5年 因为10亿元的开发令Cortville至Dandenong一带地区 缓延一身 令完善房产中位价格飙升35% 根据澳洲旅游研究局的数据 单单在2018年黄金海岸举办的英联邦运动会 就吸引了超过52万8千的境外游客到訪昆斯兰 相信在布里斯本主办奥运的时候 将会迎来更大规模的旅游旺季 州政府更预料 活动将为昆斯兰州出尽46亿的旅游和贸易收益 布里斯本自获得主办权的消息一出 楼价已出现明显的升幅 根据东铭数据显示 布里斯本房屋中位价由2021年的61万澳元 升到2023年的77万 升幅达到25% 当中市区房价升幅高达31% Albion、Newstatt和Hamilton等等的郊区房价 升幅更加超过35% 在租务市场方面 根据SQM Research的数据 截至2023年的第一季度 布里斯本租金中位价也按年上涨17% 整体的空置率亦低 只有0.7% 除了奥运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吸引了更多人口之外 布里斯本近年一直以 比色尼和物易本低的生活成本和楼价 吸引了不少的州制迁移 按照澳洲统计局 在2019至2020年的调查 布里斯本人口增长已抛来其他城市 增幅达到1.9% 加上疫情所发展出来的遥距工作模式 促使更多人遷出色尼或物易本 搬到去气候更加好的昆士兰州 市场普遍看好未来楼市的表现 AZ 银行预测 布里斯本市区房价 在2023至2026年期间 将会上升大概20% 教区地区的升幅可能更加高 部分可以达到25%以上 PLD首席经济学家Dia Swati Maiazmo 同样预计直至2032年奥运会召开的时候 布里斯本的楼价将会升一倍以上 虽然来2032年奥运会举办时间还有8年 但专家预计 未来几年将会维持强劲的增长势头 更早入市可以捕捉更大的资本增长 如果想了解更多布里斯本 和黄金海岸的房产投资潜力 万物错过澳洲最大地产代理Way White 即将举办的投资讲座和房产展览 小席肺脏 8601 就会中文出 1973 平台肯定的决定 那我们重 overly恨的